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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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一樣就是今天禮拜五 晚上一樣就是我們要進行哲學星期五 每個禮拜都會在這邊 然後每個禮拜都會進行同樣的事情 只是議題不一樣 有沒有第一次來的 是嗎 為什麼看起來有點眼熟 好 沒關係 好 那大家來之前應該都知道哲學要做什麼吧 就是我們就是一個很開放的場域 然後每個禮拜我們就有一群人在這邊 討論 討論每一週所挑選的議題 那我們可以像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 台中很在地的 可是這個議題其實不只是在地的嘛 它可能是 整個中部都有這樣子的議題 甚至是全國性的都有所謂的居住不易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節目一直看到 這些土地正義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還是要介紹一下哲五啦 就是我們歡迎這樣子不一樣的 從在地到全國甚至全世界的問題 來到我們這個場域 然後讓大家來討論 然後因為我們每一個人不一樣的角度 不一樣的立場 或者是說每一位 在座的每一位他都有不同的專業 然後來看同一個議題的時候 你會從什麼面向來討論 來發想說 這個議題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做 不只是在這裡討論而已 我們是進一步的希望說 我們可以要怎麼樣行動 那哲五它可能不會帶著大家一起行動 可是我們在這裡就是在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裡找到一起行動的夥伴 然後開始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這樣子 而哲五它就是一個非常鬆散的組織 我們是依照一群志工啊 然後每個禮拜這樣子 利用自己的時間 不管是他在有學生嘛 或者是上班族 然後利用自己閒暇的時間 把每一個禮拜的事情工作完成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可以帶著自己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親朋好友 然後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我們就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一起來參與 然後可以看看說 我們還可以繼續為這個城市 或者是你所想要的台灣 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是獨立的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 那絕對不會因為某一個人說 這裡應該怎麼樣 就會變成怎麼樣 不管他是總統 或者是市長 我們希望哲五就是一個 開放出一個 大家一起來討論 來想像我們所想要的生活是什麼樣 那哲五它怎麼運作呢 我們剛剛講的是靠志工 所以它不收錢 它是免費的 也不需要報名 回去也不需要交心得 如果說你想要寫當然可以 你看都有人帶筆記有沒有 就是因為它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 很希望說它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穫 所以你當然可以筆記 我們絕對不能說不行 好 所以我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每個禮拜都要做的 我們會有一個小小的易柱槍 那因為像我們今天講者是從台 我不知道張律師是從台北 或者是從那邊過來 我們每一周的講者可能來自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補貼它一點交通費 那我們沒有 因為哲五的習慣是沒有給講者那個 講者的費用 不過就是簡單的那個交通費 我們希望能夠互相補助 這樣大家補貼 然後可以 減少那一種南與北 或者是說出了台北以外 很多資訊都必須要落差這樣子的那種不足 我們希望可以藉由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可以比較大家可以做做交流 互相討論這樣子 所以如果大家有餘力的話 待會要走的時候可以幫我們 小小的易柱一下 所以哲五它有一個非常好的傳統 就是要自我介紹 你看剛剛有人一進來 就發現要自我介紹 為什麼要自我介紹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談到說 我們希望這個場域是大家都能夠討論的 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所想的 你所覺得 你認為說你不管是對哲五也好 或是對這個議題也好 每一個人的意見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需要自我介紹 那自我介紹很短 大概只有十秒鐘 我們留多一點的時間給講者 以及我們快要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一個互相的討論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趕快來進行我們自我介紹 好不好 然後從哪邊開始 從拿著麥克風的開始嗎 好 大家好 我只是要遞麥克風 不是這樣 大家好我是楊總理 然後我也是哲學星期五的那個志工 在台中策劃哲學星期五的活動 從今年一月開始到現在已經九個月了 那很歡迎大家來參加這一場折舞 其實我們這一場折舞要談的是 有關於台中的居住不易 不容易 還有不正義 這兩件事情 那生活在台中這塊土地上 我覺得每個人都對於這個城市有一些想法 那其實大家知道我們也其實最近在做那個叫市長給問 然後對 那我們在募資平台上募資今天達成目標了 那所以說接下來我們就是真的要持續了針對台中市的部分 我們要進行對兩位候選人的市長給問的活動 那我覺得這個居住的問題 尤其是房價的問題 其實在台中應該是大家很多人非常關心的一個議題 那之後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能下個禮拜應該網站就會上線 那大家可以開始去網站上 可以去問問題 然後去聯署 然後希望兩位候選人可以來告訴我們說 那我如果要在台中要居住的容易 我要有一個有正義的居住的權利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辦 好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高二成 目前就讀進大學法律室 大家好我是嘉義我是哲武志工 然後對於今天的主題居住不義跟不義 其實有時候很矛盾 因為家裡有 我姐她其實的夢想是希望能夠當一個包租婆 就是因為她的收入一直沒有辦法去 讓她覺得她有一個合理的待遇 然後但是 發現越來越多周遭的人開始想說 原來房屋不是拿來自己住的 是拿來投資的時候 而且她房價可以不斷堆高 我想這問題到底出在哪 為什麼她本來是一個 一個讓大家是實用功能的東西 她現在變成一個投資標的 所以我今天來這邊 然後希望能夠聽大家的一個分享 那我也知道今天像那個齊榮跟祖倫 他們其實都會很願意去書寫 這個土地上的一些事情 去做一個紀錄 所以也想聽聽看 不同世代之間 再怎麼樣去看這個事情 謝謝 好我要問高老師一個問題 你知道我們市長給問的那個 募資的金額是多少嗎 我們希望募資的金額 好我跟大家講是70萬 好 可是不是說有一個那個現場版的話 到90是那個 對我們先 目前我們是那個嘛 你說很狠嗎 拉標是70萬 是是是 好下一位 下一位 大家好我叫陳靖涵 然後我從小生長在台中 然後我覺得在我長大這10年 然後就親眼看到了就是房子 從所謂的就是好像台灣人 什麼有土私有財就是對於房子 都是一個戰友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7G 就是比較平等的角度 我想是今天討論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很有興趣 謝謝 大家好 我這邊簡單自我介紹 我想名字不重要 彼此記得互相 記得大家的臉孔 還有今天談話的內容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到這裡 我看到今天這個標題非常的醒目 當然這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特別的意義 訂這個標題 當然最主要是今天我看到 今天的主講者跟語談者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陣容很堅強 我正好今天時間方便 所以在時間各方面 地點都很允許你的情況之下 我好像是第二次 還第三次來到這裡 很高興有機會認識 那不好意思 也讓我回頭一下 看一下大家的臉孔 OK 謝謝 好 大家抬頭不要再滑手機了 大家好 家獨哥 那個我之前 就是大概 2007年退伍 然後做了一年保險在台中 那我從小在台中長大 然後在台北念書 那台北的 其實我在台北待了快六年 那台北的交通我很熟 那台中我本來是 因為它是環狀的嘛 會迷路 真的 我是做了保險一年之後 才在台中不會迷路 那一年大概就是2008年 就是一年 然後到現在大概五年多了 五六年了 我發現 因為我保險離職之後 也是都在台中 那我發現說這五年多來 不曉得是因為馬英九上任的關係 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胡志強當市長 就是建案開發的有點誇張 而且我覺得台中人口 沒有到那麼多 你如果蓋那種大樓型的 空屋還是很多 那我覺得這個 就像剛剛前一位小姐講的 有土石有才的觀念 我之前在當兵的時候看書 看那個窮爸爸富爸爸 他裡面有提到的觀念是 他要破除那個有土石有才的觀念 他要挑戰全世界的人這種觀念 可是我覺得至少在台灣 或是華人圈 我看不到一個改變的那個契機出現 所以我希望說看看有什麼 這一次來參加這個做法 看看有什麼 以後如果我要跟朋友講 因為我朋友有一些住高雄 或是在台中已經開始在買房子了 對那我會覺得說房價長到有點誇張 有點泡沫的話 你要去借這個泡沫嗎 所以我想要多了解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東海警官系大事的同學 我叫嚴敬成 大家好 我是東海警官系三年級的 然後我之前暑假的時候 在奧兒實習 所以對這個方面比較了解一點 如果大家很關心的話 可以上網搜尋一下草原 10月4號去睡一下地板 我們前面還有位置 大家好我是黃彥榮 我是黑色島國今年陣線組織部部長 然後今年就 10月4號草原的時候 黑道會有一批的成員過去當糾察 就是多多關照 多多關照 是有名的 大家好 叫Jimmy 然後目前是上班族 然後今天看到這個主題其實 就是 其實我也是土生土長的台中人 但是其實 像我們現在這一輩年輕人啊 就是 對於買房子 這樣子的 字眼 跟 其實就是一個 幻想 甚至是夢想 因為其實現在 現在的 就是 現在的工作 其實加上自己的一些收入 其實要買一間房 光在台中 光要買一間房 其實就不容易 甚至不要說台北 對 所以我今天 希望就是說 就是 能不能從 這樣子的這個主題 就是 去 更進一步的知道 就是在 我所居住的這個地方 能夠 深入了解 這個部分 這樣 謝謝 好 說到這個我們可以 稍稍的 問 可是你們不用回答 你們可以在心裡面回答就好了 我想問說 大家在座有沒有 各位年薪超過80萬的 因為我們剛剛說那個 市長給物滿 我們為了要募資這個專案 我們募資了70萬 我們花了將近 快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終於 經過很大的努力 終於達標 那我們問一下 年薪喔 年薪在座 各位有沒有 年薪可以達到80萬的 我不用回答 自己心裡想就好 那我們等一下介紹 再介紹一陣子的時候 我們再來說 為什麼我想要提這個問題 好 大家好 我叫何凱瑄 那我在台南讀了六年書 今年畢業才回到自己的家鄉 台中 那其實這六年 每次搭客運 你下交流道 經過就是七期那塊地 你會發現這六年來 那邊的大樓 越蓋越多 越蓋越豪華 可是其實自己是台中的人 都會覺得那地方 好像跟我很遙遠 好像是很難碰到的地方 對那 可是晚上經過 你會發現那邊的房間 幾乎都是暗的 亮的很少 那你就會去好奇說 那蓋了那麼多房子 可是又沒有人住 到底在幹嘛 對 那希望 搞不好他們是比較早睡啊 台中不是夜 文化城不是風化城好不好 那就希望藉由今天的主題探討 那可以更深入的了解這些議題 大家好 我是長傳播系大三個學生 然後住台北 然後來台中念書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李怡婷 然後我現在住台中 然後我跟她是同學 這樣謝謝 大家好 我是桃園人 我現在在台中當替代儀 那我在收到病單之前 我曾經在桃園做房仲做了半年 所以 曾經助長房價 所以我今天是 是來聽 聽這個想法 因為這個議題我在當房仲的時候 我就已經 有在注意了 那本身 那時候是我老爸講說 因為現在房子買不起 如果你不進去 看看這個 這裡面 這個圈子裡面是怎麼運作的 那你可能 就是金棺材都會買不到房子來住 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就進去 那也看了蠻多黑幕 然後知道 航空城那些有的沒有的 背後 稍微有一點的跟建商的利益勾結 這樣子 那因為只有待半年 其實也不是很熟 我就想 在這邊再多聽一點 各位大家好 我叫陸有為 然後我今年中文系畢業 然後會知道好辦事 之前在 那個哲學哲學祭蛋糕 一投資到這個地方 然後本身 對於一些哲學議題 或一些公共議題 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今天來到這裡是大家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彰化師大的學生 然後我叫雲貫人 然後這邊看到很多什麼 318報名展 318就是我的生日 好 對 然後我是台中 然後我是台中人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居住不義的問題 就常常跟家人都一直會聊這個問題 然後以前在不了解 四地重化的時候 就是常常 就是很呆 就被政府就是 美好的意象牽著走 後來就是因為 後來就是認識到那個 黃子綸 就是我們系上的學長 就聊到那個 不公義的問題 後來就才漸漸的了解到說 什麼四地重化到底是 有誰就是遭受到不正義的迫害 然後所以說我今天就是很想了解這個議題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亞洲大學的學生 對 然後從新竹來台中念書 我對台中居住的感想就是 也是大樓很多 但是都不知道有沒有人住這樣 好 大家好 我是法明 然後之前在那個新竹念書 然後今天會來聽這一場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是那個小胖的粉絲 對 我是因為吳小胖所以才過來的 對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 是說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 因為我跟HANA現在在籌辦那個 台中的共生音樂節 那 就是明年二二八的時候 會在這邊籌辦 然後 其實我們在想說 那可能今年 來不及了 那不過如果是 後年或是大後年在籌辦的時候 可能 可以把這個台中都市發展的脈絡 跟整個台中 如果有 黨外運動的脈絡 如果可以牽在一起的話 應該也是 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 今天來聽聽看這個講座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羅一山 然後現在 小美女中三年級 這樣 是小胖的粉絲嗎 對啊 我也是小胖的粉絲 我是 呃 呃 台中人中高三的 卓星儀 呃 所以你也是小胖的粉絲 沒有 我是小胖的迷妹 可以嗎 呃 大家好我是小寶 我常常來折舞 所以就是 其實已經搞不太清楚 這禮拜是什麼題目 就是固定會來 但是 那我講一下 那我剛剛看到說 欸我們今天 與台人有那個 詹順貴律師 就很開心這樣子 就覺得 欸今天撿到了 不一樣 那關於局座的問題 就是 因為大家剛好講到琪琪 我就分享一個 每次我講到琪琪 一定要講的故事 就是我的堂弟 她有一個好朋友 常年都住在加拿大 然後有一年就搬回 就回來台中過暑假 就帶她的女朋友來 那他們家搬到七期 所以她就住在七期 結果晚上11點的時候 這個朋友打電話給我堂弟 拜託他開車去買衛生棉 送給他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因為他女朋友臨時那個來了 然後他們那個房子 平常不會有人住 所以不會有這種備品 所以就想說 那他們要去買 結果 因為他們在台灣沒有車 就下樓跟警衛講說怎麼辦 警衛說 我們平常是可以 就是租那個電動車可以出去 但是10點就結束了 那在七期裡面沒有便利商店 讓他們去買這個東西 所以在整個七期 他的生活機能 差到說連便利商店都沒有 那這個房子 他到底為什麼存在在那裡 他就只是一個投資工具而已 他不是拿來居住的 可是 房子的功用是這個嗎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這樣子 謝謝 好這個問題 待會可以做解答嗎 有嗎 因為可能有一些人會知道說 為什麼七期沒有便利商店 然後晚上都像鬼城一樣 就是為什麼他那裡的生活機能 這麼差 可是房價這麼貴 好我們待會應該是會得到 一些回答 大家好我是雨昕 上班族 謝謝 大家好我是亞洲 大家好我是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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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安倍 那因為以前在台北工作的關係 那當時的話 會覺得其實如果想要在台北市 擁有自己的房子的話 其實根本好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畢竟在台北的時候還需要付房租 跟一些平常的生活開支 那後來因為某一些個人因素 我們搬回到台中之後 第一次覺得買房子 好像並不是一件 離自己好像已經那麼遙遠的事情了 但是在進而發現到說 台中其實有很多地方 它的空屋率是非常高 而且房價好像其實也不是 這麼等同於它的價值 那所以就是今天想要來了解一下 就是所謂台中居住上的不義與不義 為什麼剛剛那幾位志工 不是志工 那幾位群眾我們可以這樣放過他 因為他們是熟客 所以我們知道他很有機會 可以好好的自我介紹 我們今天就先放過他 大家不要那麼驚訝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Elisa 我是Ember的同事 今天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可能就要講多一點 我小時候移民到國外 那我是最近三年才回到台灣來居住 那對於大家說 現在台灣的居住環境 其實我不是很了解 那未來我很有可能就定居在台灣 所以我選擇這一次吧 大家好我是中興森林大山的 Mona 我來自花蓮泰魯歌族 你好 你好 我就是第二次來到哲午 然後我介紹一下 我是台灣原住民泰魯歌族 學生青年會的監視 然後就是來到這裡是因為我這邊已經複習了 所以我覺得因為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 就是我這樣子 其實我講說我就是來住一段時間 然後可是我 應該是說其實我對這一題是有點興趣 因為之前他可能跟草運有關嘛 對不對 就是想說因為之前草運的時候 我其實不太了解什麼叫草運 然後就看到FB一直貼草運的那個訊息 這樣子 然後說什麼是草運 然後是問人家才知道 原來是跟居住有關係這樣子 然後想說這一次能夠來這邊 能夠多聽一點 而且沒有老師其實也是捧一下場啦 那個輸藥老師 然後就是剛好他也來了嘛 所以我講說捧一下場 所以你是輸藥老師的粉絲 好 曉運到底是什麼時候 十月四號 你不是說 十月四號 十月四號是草運 然後十月五號是那個 那個婚姻平權的圍城 所以然後連接著十一月九號 是今年的秋鬥大遊戲 然後有土地組 然後有土地正義的一個隊伍 會走上街頭 然後也是講居住不義的事情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破千的議題 所以就是整個從十月初到十一月初 甚至到十二月 十一月底的那個七合一大選 然後到寒假的 有可能服貌會闖關 貨帽有可能會闖關 所以說呢 大家還是一起努力吧 我們就是 所以我就是要兼負那種工商服務的那個 對我們有這樣子的服務 好我們現在繼續我們自我介紹 是陪小孩子過來一起聽的 是喔 所以是把媽媽帶來了嗎 是 對 大家好 我是聖軒 然後我是現在在做TIE 那就是 因為之前都在台北讀書 所以就是 像比如說居住正義這些問題的話 就是 或者說就是 土地相關問題比較常 就是聽到在台北 就是至少我滑FB的話 會看到就是在台北 比如說紹興啦 滑光啦 或者說王家這些 這些都在台北就是 好像反而不會提到 台中的一些問題 那就 看我因為今年就是 做TIE 就是回到台中 就是我是住台中的 然後 然後就是 就是覺得今天是個好機會 然後來聽聽看 關於台中一些居住相關的問題 對 謝謝 前面 大家好 我是齊翔 我是台中人 就是 只要跟台中有關的問題 我都還蠻有興趣的 然後因為 已經 已經算是成年了 可是一想到買房 一想到買房 只有自己默默有一個感覺 就是放棄吧 然後所以就想說 它當然不只是只有居住股意義的問題 就是還有 勞工跟經濟等等的問題 但是還是 因為對這個議題也有興趣 所以想要也先從這個方面了解 大家好 順勢站起來 我是Hanna 剛剛有聽到我的名字 嚇死我了 想說我怎麼有辦那個活動 我怎麼不知道 我只是同名而已 然後我是 哲午的志工 然後有一件事情 要請大家幫忙 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一下你們的E-mail 因為我們會定期寄電子報 或是 各種工商服務的信件 如果你們有興趣收到的話 可以收一下這樣子 然後 我自己是台中人 我的年紀快要30了 欸 自己講 就是 我的朋友 很多高中同學 已經開始討論買房子 可是 對我來講 我覺得就像剛剛齊翔講一樣 就是一聽到就覺得 豆Q怎麼可能買得起 但是在此同時呢 我自己在七期跟黎明市政附近上班 就是每天在 我以為你要說 我在那邊有一棟房子 對 那我今天就不會來這啦 因為我是有房子的人 就是我每天在豪宅裡面穿梭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買不起那個房子這樣 所以 就是10月4號的時候 我有打算去地保外面睡一下看看 那個感覺 我們可以去睡七期嗎 欸 七期可能有點 你知道就是 太暗了吧 然後去外面買有點麻煩 對啊 所以想要知道就是 到底台中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 謝謝大家 各位好 我也是那個哲午的志工 我是淑慧 然後我也是台灣農村陣線的成員 然後 幾年前 就是 在台北工作 十多年 然後在2012年的時候 搬回來台中 搬回來中部 然後搬回來中部之後 就看到了 台中居住的不容易 與不正義的事情 剛好都在2012年那裡看到 因為搬回來 開始找房子 然後找房子 就發現 要租都不容易 然後問了一些人 然後發現 要買真的也很不容易了 本來在台北要搬回來的時候 心裡頭還在想說 台中的房子的租金 應該沒有那麼貴 然後房價應該沒有那麼貴 可是回來之後發現 不是那麼一回事 然後看到台中居住的 一個不正義的一個弟子 是在那年的 紀錄片雙年展當中看到一部影片 《環我土地》 這是 紀錄片雙年展裡面 那個大台中記事當中的一部 然後他講到的 其實是 南屯那邊那個天主堂破千的那個事情 那個土地 土地被自辦寵物畫畫進去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爭議的事情 可是他那個議題同樣也討論到 在 武全西路上面 一棟透天錯的 他們所遭遇到的事情 那棟透天錯 其實就在武全西路 那條大馬路旁邊 然後他被劃進去 就是寵畫當中 然後 他被劃進去這個自辦寵畫 然後變成他只有三個選擇 一個就是 選擇 就是 寵畫公司的一個配地 然後不知道會配到哪裡去 然後另外一個選擇是 他可能就拿了補償 然後就搬走 然後另外一個選擇是 他如果要 呃 在那個地方留下來 就是原本他的那個房子 要留下來 留在那個地方 原地 留著的話 他要給寵畫公司 一千多萬的增值 他必須要給一千多萬 然後 真的我們是覺得說 這事情實在太莫名其妙 我房子好好的在這裡 然後我被你們劃進去 寵畫的範圍裡面 然後我就要拿出一千多萬 才能保住我自己的房子 嘿 這是我在2012年內 那一年看到的一個 台中居住的一個 不正義的一個狀況 嘿 謝謝 嗨大家好 我是上 現在是從事服務業這樣 然後我其實不住這邊 我住在神崗豐原那邊 就是那邊還沒有 現在這邊這麼多 四季蟲化跟高樓這樣 然後 欸那邊還有農田 那應該也漸漸的要消失了 對 然後我 我們家以前是住在市區的 可是就是 我最近就是 都會去問我爸媽以前 台中就是市區的 事情 但是就是跟我小時候想像的 就是 也差很多 就是變了很多 因為我之前在高雄讀書 然後回來就變很多 然後 因為我也不住這裡 但是 有時候 有一次跟朋友來這裡玩 然後 晚上就是睡覺 然後就是 睡朋友家 然後就出來散步 然後我發現就是說 有時候 這 他這 這個東西 他已經變 變得速度快 有時候我們 生活上 想要追求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也變得很難 例如說 好晚上出去開心喝酒 看星星好了 我這樣抬頭 我還看不到 我要翻個白眼 我才看得到星星 對 我就覺得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有時候 就是生活好像變得太快 我還是 就是希望就是可以了解這個議題 然後 就是不要 讓他這麼快的 就 轉變到那 就是慢慢的 有點 阻擋的感覺 對 對 就過來聽 然後也是小胖跟子倫的粉絲 對 好 後面這邊 後面 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說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為什麼很多 我們所想到的 土地正義的議題好像都在台北 而且其實台中並不是沒有 是沒有被發現 因為你想想看 台中現在 光是原本的舊台中市裡面 就有十幾期的重畫 那不包括原台中線的也有十幾期 那湊一湊其實也蠻驚人的 可是為什麼 難道這些這麼大的土地被產平了之後 都沒有所謂的 所謂的權力被侵害 或者是居住不正義的事情嗎 那其實是 我相信是不可能的啦 只是說為什麼我們都沒有聽見 我們都沒有看見 那 我也許這個也需要說 在台中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樣這個城市好像不斷不斷的在 講求所謂的發展的時候 那我們到底是 要怎麼樣去看待這個城市所謂的發展 好 稍微提一下 大家好 我是那個 我是我姊姊小孩告訴我 然後我就過來了 那 我剛剛有聽前面這個朋友提到 那個就是南屯的那個重畫的問題 因為我本身是有做一點那個歷史研究 然後在做填調的過程 我就發現了 像剛剛那位朋友講的那些事情 因為在五權西路 其實從我只想當市長之後 我覺得他把台中市做了 重畫太多土地啦 我自己的感覺 那因為我在做填調的時候 其實也收集了一些民怨 因為我就覺得看那牆壁 為什麼都寫了一些批評的言論 那時候五權西路兩邊還沒拆 快要拆的時候 那他們就告訴我 就跟那個朋友講的一樣 而且他們覺得說 他們拿了補償金之後 他們其實也回不到原來的地方居住了 因為那些錢 他土地爭執也要根本沒有辦法在那邊住 所以我就想說 那為什麼 為什麼是其實生活並沒有更好啊 那些利益到底是誰拿走了 那他本來是可以在那裡生活 而且像前面那個朋友講的 我覺得 我們覺得有時候我們想要生活 是一個比較簡單的 譬如說你可以看到 像以前法子西兩岸其實是很漂亮的 可是重畫了以後 很多事情都改變 你連你想要過一個比較簡單 是人過的一種簡單的生活 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覺得 就想來聽聽看 那但是 我是想說到底 我能夠 就是說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然後能夠讓這些現象 有一些改變跟改進 這是我來參加這一次的那個想法 這樣子 謝謝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 在場有沒有年薪八十萬 因為 前日子我聽到那個 台中某個地區啊 有美術館附近 他一瓶 就要八十萬了 好 那 你們可能一整年 不吃不喝 那你可能也活不到 買一瓶的時候 我覺得這還蠻 我聽到那個金額的時候 我是還蠻覺得 這也太誇張了吧 好 因為 如果大家沒有那個 剛剛心理計算的那個年薪不到八十萬了 也沒有關係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買不起那樣子的房子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我凡克 然後 今天後來是 想要支持哲武的活動 就這樣 大家好 我是中心大學學生 然後也是關心土地方面的問題 所以就過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來自南投縣草屯鎮的人 那因為我今天是因為有詹順貴律師 要來這邊解釋有關於說局數不義與不義的事情 所以我特地趕過來 因為我們南投縣那邊也真的是很慘 很慘 謝謝 我們有在計算那到底是誰的粉絲比較多 大家好 我叫華芳 我是住在 住在台中的高雄人 那因為對這個議題沒有很了解 所以想要過來了解看看 謝謝 其實我也是 我叫你阿姓 我是武器榮的粉絲 我是台中 台中 星期五的年輕人 在中間 關於台中這個中間 這個 要大 還是要 這些事情 其實我這幾年 我在中間 我 像 走很多 啊 等一下他們可能 記得 他們多少也會說到 我 還是我有中間 我講的 我不知道你們的 我剛才有一個 告訴你 他在本來的十萬年前 在七季 結果十萬年後 等於 他用那個錢來買十三季的時候 因為 他只要做一件事而已 他要做 他是一個農民 結果十萬年後 我在南頓十三季 尋到他的時候 他說 他已經沒辦法去買餐來做了 他以前 我看他做回收 所以 我先來 其實 這種人很多 當然 在台中 中的過程 很多都有的 提出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都有用 中禮去拆除 中禮拆除之後 他的獎金 沒那麼多 不然 台中 很多高職 好 很多 自己的 都因為這樣 這幾年 在大部分 還沒有發生 那些事情 其實在台中 已經發生 很多的事情 只是 台中在處理 不像 老政鳳那些 惡質而已 我 大家說 這樣 我相信 有時間 我們 私底下 還可以說 這些事情 大家好 我是哲舞事工 軟軟軟 大家好 我是陳一蓮 然後我是第二次來哲舞 那之前 因為我都在台北念書 所以 那時候在台北的時候 也有關心一些居住的議題 包括 就是 那時候在我學校附近 就是那個 蟬楚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 就是在公館那邊 對啊 然後 我就每次回來台中的時候 我都覺得好像 台中越來越不是我認識的台中 就 我在台中就是 就是 鬼混的範圍就是這附近嘛 就火車站一帶啊 一雄街啊 之類的 然後可是就是 像那種七奇 那邊 就我 每次去都覺得 就是 就覺得好像自己 越來越不認識台中了這樣子 然後 然後加上 就是 我有 我有在使用 那個對岸的那個 微博這樣子 反正就是去吃他一下敵情這樣 然後 然後 對對對 然後 那個就是我 最近就發現 對岸微博竟然就開始有討論說 喔 在台灣 哪裡買房子比較好 然後 最多人討論的地方 竟然是台中 然後我就覺得 台中 一直都是我生活 一直都是我居住的地方 那為什麼 變成 好像大家去投資的地方 然後我就覺得 就 嗯 很不喜歡這樣 然後也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探討這個議題這樣 謝謝 我是黃心儀 然後我覺得今天很像粉絲見面會 可是我是第七個 就是小胖的粉絲 然後 就是我也很喜歡HANA 謝謝 好 大家好 就是我也是因為子倫才來的 然後 因為她常常聽她在講都市的發展 所以想說 想來聽聽看她會怎麼跟大家介紹台中 大家好 我是郭佩琪 然後 我是台中長大的 那 就是連求學就是也在中興大學 然後 之前是那個 中興大學黑森林社的社員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家是住坦子 但是在大學時候就是 都跟一群gay在外面多元成家 然後 對 到最後就是搬回家之後就是 呃 因為家裡附近在做就是自辦的那種市地寵畫 對 然後每天都在跟爸爸吵就是 就是世代正義這樣子 想了解一下 就是那個土地正義的部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Lucky Man 那 我也是來自南投 我是 我後花園是南投幾幾 那 我家那個地方 其實就是 還算淳樸 所以 那個土地的那個中心 還沒有燒到那邊去 但是我 我注意到就是 在剛剛前面有個小姐說 草屯的那一塊 中興新村 因為軟體科技園區的關係 讓一棟房子可以上衝到一千多萬 我都在想 南投的人 誰買得起 但是很奇怪就是有人可以購買 那我會覺得 不只是七期喔 七期 然後 南投的一些部分的核心 核心都市 核心市區都已經開始在往上衝了 那這些炒作的人呢 基本上都是我們上一代的人 那對於我們年輕這一代的人來說 到底還有哪些機會可以去 介入這樣子的土地居住的一個空間 我覺得這是大家比較關心的議題 因為大家都還很年輕 所以 大家繼續加油 然後我們來想看看 可以怎麼樣讓自己變成有可一族 謝謝 大家好我是盧雙 我今天看到這個 主題就是 有很深的感觸 所以你來了解一下 關於這個主題 它背後的一些因素 還有內幕 謝謝 大家好 我叫Walker 目前是上班族 那想這邊了解一下說 為什麼現在都在玩這個大風的遊戲 這應該是小孩子玩的 可是為什麼現在全台灣都在玩 不只是台中 那我住過新竹 住過台北 住過宜蘭 現在各個地方都在 重複著一模 非常相似的情況 那這個 我但是沒辦法理解 所以來想在這邊跟大家討論一下 謝謝 大家好我是瑪莉 我是舊台中線的豐原人 然後今天我不是恐怖分子 我只是因為感冒 所以我戴了口罩 對不好意思 然後因為豐原最近也是在 在做土地重畫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要了解這個議題 所以先來聽看看 謝謝 大家好我叫李韓雲 那我第一次來哲學星期五 對那 其實我是台中人 但是我之前大學跟工作都在台北 所以就是 偶爾就是一個 一個月或一個幾個禮拜 再回來台中一次 那 其實我對居住正義這個議題 本身有很深的感觸 是因為我家 我外婆家那個 以前那個老房子那塊區 也是就是直接被重化 那房子跟附近家裡附近的河流 就是全部都被改成道路 然後全部就是簽掉 那 這對我小時候來印象是很深刻的 那 我目前正在做的是 我現在是數黨提名的 台中市議員 北區候選人 對 所以對於這個議題也非常的 就是希望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然後 將來如果在參選期間 或是至少如果我真的能選上 當然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林嘉儀 那我現在是幫助我朋友 李漢雲儀 競選活動的小助理 大家好 我是余辰 然後我在台中工作 未來也可能會繼續在台中發展 然後 我也買不起房子 可是我比較心願 因為我媽媽願意投資 所以我跟我媽媽租房子這樣子 對所以我現在有地方住 就是有比較舒服的地方住這樣子 可是不能說我自己好就好啦這樣子 對 所以 就是還是要來了解一下 就是居居的不易 因為我家就在南屯 南屯附近 就七齊和五玄西路附近這樣子 那看到那個五玄西路附近的那個農田 越來越少其實也蠻難過的 謝謝 好 那換我 好 因為我是加油 那我也不是台中人 我也住在草屯 草屯就在台中到南頭的第一個城鎮 就是草屯 那 其實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就是草屯現在也非常面臨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房價不斷的在攀高 連同中心 中心 如果你在三年前買了一棟房子 大概是一千萬 然後現在你把那一棟 一千萬的房子賣掉 你應該可以買個兩棟 就是可以回到三年前去買兩棟 這麼的誇張 就是這麼的誇張 可是 大家都會說在草地皮草地皮 那是誰在草地皮 我覺得其實那是一個蠻有趣的 我覺得可能各個地方而的情形不太一樣 那一些所謂的不管是從政府 或者是到地方人事 不管他是黑的還是白的 他們都可以一起在 所謂在進行掠奪式的這樣子的 一個 就是搶肥嗎 就是土匪啊 真的是這樣子 那 我覺得可能不只是台中 也許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所擴散出去的就是中張頭 一個這樣子整個中部地區 因為我們都會說草屯 好像就受到台中波及一樣 因為台中好像已經搶得差不多了 不然我們換去別的地方搶好了 好像就面臨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也覺得說 我好像這輩子好像買不起房子的 就有這種感覺 我現在才還不到30歲 就有這種好像不知道該說是覺悟 還是怎麼樣的一種想法啦 那我覺得這還蠻悲哀的吧 如果說有些人的夢想 是買一棟房子 當作他這個人生的一個里程碑的話 那他可能在還沒30歲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這輩子完全達不到這件事情 那其實這對每一個人的傷害都還蠻深的 那不是說我啦 我是說這種 如果說我們這樣子來探討的話 那可能就不只是土地的問題 而是人的問題了 好我們趕快 有還有一五個嗎 好 就我們還有沒有自我介紹到的 好 大家好我是劉佳慧 那 站一下 那我關心家這個事情 對那我覺得最早對土地這個事情 有感覺是熱身那時候 那在大學的時候有去熱身那邊 他們最早在做口述歷史的時候有幫忙過一次 然後後來就發現他開始做破歉 那就很難想像說 那些老人家他們住在那個有大樹的地方 然後有庭院的地方 那為什麼 憑什麼 那要他們這樣搬走 然後去住在醫院裡面 然後後來 再後來 因為我自己的外婆是 小時候也是在眷村 那後來也是在那個眷村的地方 就 某一天 就在那邊長大 某一天突然就是要這些眷村的人 全部都牽出去 那長大之後我自己騎著摩托車回到以前小時候的地方 就 覺得很 很奇怪 他就是把大都趕走 然後把房子都拆掉 那可是那邊就是一塊 廢土 然後就是圍起來 那不知道之後他沒有打算要做什麼 那再來就是這次大埔的事情 其實真的蠻生氣的 就是 所以會覺得說 就是 家這個事情好像變得越來越困難 那 那我自己會這麼關心家的議題也是 因為我是一個同志 那對同志來說成家也一直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我一方面是 還是會繼續努力在同志婚姻的部分 就是婚姻平權這塊 下個禮拜可以一起來圍城 下個禮拜日 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說 等到法律真的是通過了 那我是可以買得起房子的 這樣 謝謝 自我介紹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對 我叫何軒怡喔 我叫何軒怡喔 嗯 我叫何軒怡喔 嗯 我是要 我之前是守護那個蘇德山莊 不得 書寫那個 寫那段歷史這樣子 那 很遺憾就是 政府用很多的法條 綁住 所以我們沒有拯救成功 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是 小明女中的陳彥文 然後高二 然後有一陣子沒有來哲舞了 對 然後 這次再來覺得哲舞好像 方向變了 對然後 我們方向沒有變 是好辦的那個擺設變了 好 我們方向沒有變 好 不是我是說這個 對好 然後 就是 呃 呃 好 就這樣謝謝大家 請問你是吳其龍的粉絲啊 呃 喔原來你是一個吳其龍的粉絲就是 好 那我們現場有還沒自我介紹的嗎 外面 外面 好 我們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不要理他 好 那我們就 趕快來開始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那個活動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主持人